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骨鱼 野生的美味让所有人须之若鹜 一条鱼转一栋楼 这种的传说也是甚嚣尘上 但是近十几二十年来 这种鱼几乎销声涅迹 关于这条鱼的传说还有很多 我和三名徒弟专程来到三都港 准备探访这条鱼的秘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冯师傅 你好 你好 你说话了 不是说不能说话 大黄鱼 这个鱼真的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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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热了吗 手不发烫啊 哇 这个看起来跟上海人宁波人爱吃的那个糖醋大黄鱼有点点像 但是看这些配料呢又有点不一样啊 配料还是比较丰富 糖 蒸粉 嗯 醋 嗯 骨头都酥了 吃起来感觉跟上海的糖醋大黄鱼比较接近 但是酸度和甜度都稍微低一点啊 然后因为刚才庞师傅放的料很丰富 所以呢 那个整体的口感就更加错综复杂一点 嗯 不错 是我喜欢的菜 嗯 现在就可以请三个徒弟进场了 我都好久没走楼梯了 是吧 嗯 家里都有电梯 还挺多 走楼梯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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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 待到这么高的一个地方 请坐 请坐 啊 怎么做啊 师傅 来 随便坐 随便坐 就近 来 你就坐这吧 来 坐这 好 好 师傅 那就说一下今天的菜吧 今天这个主菜就是 那个非常黄非常黄的 黄的让人不忍离去的 什么鱼呢 大黄鱼 大黄鱼 我还没见过那么大的黄鱼 大黄鱼 他们当地的名字很奇怪 叫什么 叫炸瓜 炸瓜 炸瓜 你变瓜了呀 炸瓜 这个做法叫炸瓜 其实这个跟瓜真是 没法联系在一起 瓜是他们当地的 对黄鱼的做叫法 叫黄瓜鱼 啊 黄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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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了那个北方 就叫黄花鱼 是这样吗 都是一样的鱼 对 对 这鱼也不是我的 我说那么多干嘛 我们试试啊 是 刚炸的了 它吃鱼哪一块 这块最好 这块最好 以前只知道肚子 对 这块一般是孝敬老人家 谢谢 孝敬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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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孝敬老人家 那儿 第一开始是尝了一口 吃了一下 觉得很鲜 味道还是比较鲜美的 然后这个肉呢 也感觉让你一犹未尽的那种感觉 你尝了吗 再尝点 再尝点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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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用这个 你不站起来 你要站起来 什么意思 多不多长 你要充分利用这个 你可以往前 你可以往前 满满的CP感 忽略 我们被忽略了 好 菜也尝到这里了 接下来该布置任务了 这次的任务不分组 就是因为比较艰巨 所以你们仨一块 只完成一个任务 大黄鱼 关键是首先 就是要滑 如果它不黄的话 那就卖不出好价钱了 野生大黄鱼 以前被吃得太狠了 所以呢 现在野生的基本上是没有了 药油也是天价 基本上吃不起 然后呢 现在大部分都在养殖 但养殖黄鱼的人追求的境界 就是让它尽量接近野生的 所以大家去找一条 最接近 不是人养的 人养的大黄鱼 好吧 是不是你再说一次 是不是你再说一次 这个太绕了是不是 它是越 它是越黄 是越好吗 野生的会有什么区别 这个呢 就是要在你们寻找的过程中 自己发现 好吧 记住 不是人养的 最接近不是人养的 人养的大黄鱼 好吧 可以出发了吗 我们出发了 好 好了 师傅走了 师傅我们下去了 谢谢 您接着吃这条不是人养的 但是最近 这是人养的 这是人养的 谢谢师傅 拜拜 那我们拿回来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我跟你说 要找啊 先找有鱼的地儿 要么就是卖鱼的 要么就是养鱼的 对吧 我觉得咱们现在应该第一时间去市场 你 很好吃吗 辛苦了 来来来 走 手好大 来来来 那个 黄鱼很好吃 这个是半野生的黄鱼 嗯 这个味道吃起来不错 就没有 没有兴气 我们关键鱼的黄鱼 它就好好的 它肉质 会才能懂 哪一年开始的啊 养鱼的 养鱼这个好像是 有没有十年啊 不止 不止啊 八零年左右 八零年左右 就开始有养的黄鱼了啊 三多澳养殖黄鱼的历史由来已久 一百多个摊位 数不清的海鲜 都足以证明这个老牌港口的资历 在这里 要想见到最生猛的海鲜 要赶早 要靠抢 过了七点 新鲜的鱼货就会被抢购一空 闪闪来迟的小伙伴们 究竟能否找到那只命定的黄鱼呢 这是什么这是 美人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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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银子啊 你看昨天吃那个酒银 吃的 这是这样 也好吃 好吃 卡布鱼 它三样了 它的那个兔那个泥什么呢 好 像这个怎么样判定这个鱼是能够养到最接近野生的状态呢 就是是不是鱼排那个离岸边更越远越好呢 就好像刚才你看那个始终鹏一样 嗯 嗯 嗯 要像他那样的 这个黄鱼就半年生了 出发了 快速攻击一个男女生的反应非常快 那启动呢 肚子非常迅捷 要细长 对 要细长 像我这样肯定是人养的 对对对对 要细长 大姐 黄花鱼啊 这是不是人养的吗 不是 纯天然的 纯天然的 你真的听了 不是 但是黄花鱼就是对了 说到这个大啊 但是比这个大啊 这个小啊 还有更大的 咱们在前 我们再找找 咱们在前面再看看 这太小了点了 然后呢 这是黄颜色啊 对 实际上你有没有听过黄鱼的叫声呢 我没有听过啊 我听说是 为什么我们这人叫黄瓜鱼 不叫黄花鱼 就是呱呱叫 对 黄鱼叫声非常好听 对对对 但是虞训的时候会很吵 挺好听的 挺好听的 你当然觉得好听啊 你觉得那个都是裁员来了吗 对对对 跟师傅要求我们还不 哎哎哎哎 喜喜而不退 这个鱼大 这个这个大 这个大 好好的大黄鱼 和不好的大黄鱼 怎么区分啊 我们都是看了身材跟鱼色 那身材是怎么看身材呢 苗条 苗条是好的 那样子的苗条是好的 咱们按鱼论分的话 这就是我那鱼 对吧 长得像我的 因为这三种身 我们也喜欢这种身材 我们也喜欢这种身材了 对对对对对 事情肉多这个 这是这么来区分的了 那要不 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这种鱼比较好 这种啊 那是还补的 还补 就沈爷给我们要求是 最不像人 最不像人养的 人养的黄花鱼 最不像人养的 人养的黄花鱼 所以说那就是 就最接近鱼 最接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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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半野生的 对半野生的 大哥如果是纯野生的鱼 多少钱一斤 大概一斤 纯野生的按规格 如果一斤以上 一千七八两千这样子吧 一斤啊 一斤啊 两千块钱 对两千块钱 一斤以上这多大 一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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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块钱 纯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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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大的这么多 我兜里没带那么多钱 不再分手 我们打工吧 很少 很少很少 对对对 那好咱们茂茂茂问一下 这个半野生的这个多少钱啊 这种的 半野生的差不多三十左右 如果再大一点 哎呀 差距这么大呀 两千到三十落差 对对对对 盐的更便宜十几块 那这个呢 这个是盐的肚子大大的 被这个出来 哦 呃我觉得咱们 首先把这些pass掉了 那好了我们现在定位目标就是在 最不像人家的那样花鱼 就是这个半野生 半野生 对 超哥咱们出来要看有没有活的 这就这都死的有活的吗 活的 有活的吗 活的有不好找 要去买找 有 女排啊 有 买活的吧 既然都买了那就买活的吧 对让我们去买 有没有有没有 我们也能找找见 有没有 坐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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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坐船继续排 好 对 对 对 好 来 小心 哇 好 走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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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一堆人在一起 来 走吧 走了 涼快了哈 有水在这就涼快了 位于宁德市东南面的三都澳 是个巨大的避风港 立下 正是黄瓜鱼汛期的时候 来自连江 霞浦 福安等地的渔民 都会到此共襄胜举 岛上人声鼎沸 一个月的渔汛就可以赚足关锦阳一年的口粮 来了来了 去去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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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黄鱼经济吸引了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人 西班牙人 他们在这儿建起了教堂和商行 福海关应运而生 无数外国建筑在这儿拔地而起 三都澳极尽人间繁华 而对于当地人来说 他们更习惯在走心房有时 送上一位金灿灿的黄鱼 已是兴旺发达 年年有余 这种顷目的玉排 一共有四十五年 十五年 一共是三十五年 一共有五年 一共就三十五年 一共有三十五年 一共有四十五年 一共有四十五年 连累了 一共有四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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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排 三鸡感觉一对吧 怎么走 外扒一点 没事 正常吧 我觉得乌米虾同学 这个比较什么 像以前的走板是吧 一下子感觉特亲切 是吧 都想跳几下了 等于什么 看到鱼了 这个就是防防鱼 这就是你养的 这是哪种的 这是纯养殖的 还是半养殖的那种的 这个纯养殖的 纯养殖的 我们这边靠鱼排里面 都是纯养殖的 如果是还没当捞的 它就不一样了 性质不一样 野生的是鱼 自己出去找吃的 对对 野生的鱼都是活虾 活的小鱼 那养殖的你们 给它吃它 养的都是我们 我们那个 冰线的死鱼 冰线的死鱼 它就搅拌 搅碎掉 小小的 搅跟西方一样 胃 在胃 胃下去给它吃 吃的东西不一样 对啊 来 2,3 从野生的 我们这边当地 有一个人 上一个月捞了一只 一百多斤 一百多斤 卖了两百八十几万 已经太够钱了 真的 你把我卖了吧 这个火 别这么闲 它叫了 对 王冠鱼就是一拉上来 它会叫 不要捞它 不要捞它 这么叫 一捞上来它这个就会死 是不是捞上来就会死 你先放下去 它这个黄花鱼性质的样子 它那是看着我们 它就死了 不是吓死了 他知道我们要捞它 吓死了一场 沈爷 我是江超 我们让一个林大哥 捞出了一条他的鱼 您看看是不是这个黄花鱼 就不要捞它 叫苗条的 好 发过去了 等一下 沈爷回了 这条鱼还不够好 你们再去找找看 行了 谢谢林大哥 给您添麻烦了 找了好多事 我们去那边准备上船了 这边看下外面可能有鱼 您在捕船了 捕鱼刀辣也行 好 好嘞 我们如果捞到了 回来跟您汇报一下 回来跟您说 再见了 林大哥 拜拜 谢谢您 谢谢 这么好吗 高大上来了 好好好 去点 来 谢谢 谢谢啦 这里是 这里是什么 这里我们上桌的最好的小吃 哇 很多种很多种 对对 很多种很多种 这个是什么 这是黄果 精黄果 正宗的精黄果 美国好吃啊 用米做的啊 对 用米做的嘛 非常正义 更好吃 喜欢吃甜的都可以啊 好吃 好吃会儿 好吃吗 那个出海的时候 可不可以从船上一起带走啊 在船上吃也可以的 好吃 好吃 好 那我们再试试其他几个 大姐 这个是什么 肉丸 肉丸 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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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 他是你一个 很像 很像 尝一下 尝一下 你看 这个哈 嗯 很好看 很多 很多汁 嗯 嗯 这只要我们这个真话不一样 还有我们这个 这个都是正点高的 那个这个 重业 对 味道比较香 嗯 这个一般是 早上吃还是 嗯 这个 怎么说 大家都当早饭嘛 嗯 都是早饭 早上吃 对 还有本年过节 可能北方的饺子吧 然后在岛上 本年过节 这就屁股可少了 岛上 你是不是经常吃这个啊 对啊 这是他们家最好吃的 对 山都就这家最好吃 是吧 还有其他几家 都不敢来 对 哈哈哈 是他们出来下 啊 对 可以说 90跟00后 一带都有这味道 谢谢 你们看上去有点像的 是不是亲戚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好吃 我以前想做 经常吃 大家 嗯 难怪长得那么壮 哈哈哈 每个都很好吃 然后 呃 他们那些人 以及不管是 小碳的摊主 尤其是那一对 那一对母子 以及 旁边的路人啊 都 都有一种 那个 导民的那种 特有的 那个豪爽 想来海岛都缺粮 对于三都人来说 鱼换钱 钱换粮 长期生活在海边的人们 吃惯了各种生猛海鲜 对于粮食的需求更加强烈 这是麦芽糖 麦芽糖 它这个要用麦芽糖来一点 好吃好吃 酒食海鲜会味度饭酸 不吃五骨则会四肢不利 因此既能满足口腹之欲 又带着丰富骨纤维的五骨小吃 成了三都人闲暇时期的最佳选择 对于他们来说 只要家里和船上有粮 人心就会安定 生活也就算满足 您好 咱们是不是往哪个方向开呢 我们想请命方向开 哦 教堂哎 我看这有个青山鱼牌基督教堂 好棒啊 好 谢谢 我可以参观一下 我们这里参观了啊 好 感谢主 大哥给我们讲讲吧 这是什么时候 这个02年建的 02年 咱们这儿信叫了很多 以前很多 但现在有的人帮到外面去了 这都是在鱼牌上的人过来 鱼牌上的也有地方 都是座堂过来 这个是第一次见到在鱼牌上的一个教堂 因为我一直以为鱼牌是新妈祖的 看到了教堂我也觉得很神奇 这个还有教堂 这个教堂很大啊 这个旁边 这都是 都是 都是 这是出海回来了吗 他们 刺产它就买料啊 是养大黄鱼的耳料吗 百分之八十都是养大黄鱼 那有那种半野生的有没有 半野生的好像有人养 在哪里啊 现在我也找不到 他们一般养到那个大餐里面 它是那个大的 那我们这个养个鱼 买入戏 给它饿料吃 帮它瘦 帮它拿铲 那您能带我们去吗 就这种地方吗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 那我们得找 得找 得找找人 他们的书记啊 找这边 真要去找领导 找领导啊 我们也不懂 我也不知道 你们应该是属于那个技巧协会是什么啊 我 算吃货协会了 但这边 吃货协会了 对您这样 您就是 我们是来完成任务 您就跟他讲 就是吃货协会的有三个人 过来 找吃的 人家是最快乐的 最快乐的 有吃的我们就开心 我这辈子被吃而活着 我想你们应该是记者团怎么的 也算是调查吃的记者团 我找到 我看你 您倒 您倒 您倒是在那怎么办 您倒是在那倒房 再找不到就下去捞去了 捞了三百多万 可不是 有小卖部 小卖部是消息集散地 你知道吧 船老大 老大 您放到那边好不好 开到那边去 这什么都有 我真的也 用的 吃的 喝的 真的什么都有 超市的这个 对啊 这不是就您这一家小卖店吗 有好几家 好几家 但这一家是不是东西就比较多 我这边 我这一家来的比较久 比较久 比较久 渔民一般都爱吃什么 他们买买什么比较多 他生活又明白 就有了味精了 米了大米什么 反正我们这边好像什么都要卖 对啊 他全开过来吧 全开过来 最好靠一些什么都买 等于是一次购物就要够很多在里面 人家人家去个小卖店都开游艇 对啊 哎呦 咱再说实话 就是跟陆地上不一样就是这一点 那都要开船 就开船 您进货是在哪儿进 在陆地上进吗 您的 我们自己团开过去 这一块 就南京南这边 我们货要搬了好东西 然后码头又要搬下来 这边又要搬上来 比较累 在这边开厅比较累 第二个又卖不贵 没办法 你看人家里贵他都跑到岸上去买 对啊 就做不来 就是 还得辛苦 这个辛苦钱 这个辛苦钱 我们在这边也带怕 带怕 身体身体会有 身体会有影响吗 像第一次 每天好像都是七级地震差不多 对啊 就每天都要晃 快艇的马力现在我越做越大 都是200马力 他们一开过就会晃 开过去的就会晃 晃了 但现在都晃大床了 其实我觉得最多的 人家都做大床 我也做怕了 我也真的不想做条件 小伙伴们所在的这片神奇海域 便是海上浮城 海上浮城 顾名思义 为浮在海面上的城市 生活在三都鱼牌上的常住人口 有八千多人 他们之中的百分之八十 都在养黄鱼 海上也有农忙季节 收成的时候需要三个月不间断地待在海上 农忙时节过后 他们走到陆地上还会晕陆地 陆地城市有的 浮城上几乎都有 薯片只比岸上的贵五毛 家里的电视也收得到很多卫士 就是这附近哪有就是 那种半野生的大黄鱼的地方 我以前有听说关锦芽的 关什么 关锦芽 那个向您打听一下 您知道那个大黄鱼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呀 就是我们想找一个那种半野生的 这边有一个塑胶鱼牌 塑胶鱼牌 那我们可以看到塑胶鱼牌 好呀好呀 谢谢大姐 先去那边工作吧 热米饭的吧 热米饭的香味 好了 去塑胶鱼牌 我觉得我们现在越来越接近 野生吗 养黄鱼的地方 你看这个鱼牌 好不一样 不一样 颜色都不一样 对 谢谢 非常高大上 漂亮 颜色 对 塑胶鱼牌 塑胶鱼牌 只有稳一些 不是 它塑料的 好像稳一些 没有换得那么厉害 宽 鱼牌见没 这个鱼牌的面积好大 这个鱼牌太专业了 附近少有的那种塑胶的鱼牌 很环保 对 你好 您是这是老板吗 老板在里面 这里面 你好 远远就看到您这个鱼牌比较特别 你好 吴秉霞 你好 我叫江超 是东方 世界冠军 著名田律运动员 一个厨子 我们去看看吧 您带我看看您的鱼牌 你的鱼牌很特别 我们这个鱼牌有多大面积 这个鱼牌 五千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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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有多少吨鱼 三千蛋鱼的鱼 三千蛋 三千蛋 哎呦 太厉害了 咱们这个也是专门养那个大方鱼的 大方鱼的 大方鱼牌是半野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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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野生的 这里有半野生的 哎 这里有半野生的鱼啊 半野生的 这是半野生的 我们找到了 太好了 哈哈 为了模仿野生大黄鱼的生存环境 三度人绞尽了所有脑汁 于是 一种特别的鱼牌就此诞生了 和普通的木制鱼牌不同 塑胶鱼牌水深达八米 使用四乘四的网格 比起传统的二乘二 黄鱼们有更多的空间放飞自我 除此之外 鱼牌离养殖密集区域越远 水质就越好 生猛心象的黄鱼就此诞生 我们这个这个也半野生的 半野生的 半野生的你看身材是不是就不大一样 不一样瘦 瘦 比较脂肪肝没有 比较脂肪肝没有 比较脂肪肝 你做的一定有脂肪肝 没有油 对 跟他那种苗条 我这个太胖了 咱俩都色眼吃的 你说老板 人家是半野生的 对 他就是这样 这个调性别人是不一样 总体是没有肚子 来下来没有肚子 来下来鱼的肚子很大 这嘴巴就红来了 快红掉了 这嘴巴一红都比较脂肪 据说您这耳料撒一次也很多钱 一天耳料要吃两三万 一天要吃两三万 一天要吃两三万 那您这个 那您这个从鱼苗到长城 卖出去 卖出去 它这个要多长时间 三年 三年 一天 不是 三年啊 做这样的鱼排的成本要比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海上这些鱼排 用泡沫做的鱼排 成本要高出三倍 算了算了 也加上它一些设备的 一些那资料什么的 它这一年得千岸了得 木杂做的 经过两三年 木杂烂掉了 对 断掉 海水又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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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我们身上又丧失 文大哥 还是人还非常实在 他也是目光比较长远 我八几年就换电影开始了 二十来岁 二十来岁 换电影换了九二年 就养一开始 养到老了 汪毅萍是三都第一批 开始养殖黄鱼的人 养黄鱼的工作枯燥辛苦 风险也很高 在大海上 人的力量显得特别渺小 自然里的一切 海水 风浪 飞鸟 都有可能变成敌人 你只能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和老天爷慢慢的耗 每天重复的就是去 头尔看渔网 头尔看渔网 三年 重复这一件事情 在一片海上 晚上一点声音都没有 只能听到海浪的声音 都是特别的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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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买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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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我了 老板 买菜 买菜 老板 买菜 您这个鱼 就应该是我们想要找的鱼了 那我能不能捞几条走啊 现在 颜色没有那么黄 但我们想要黄的 黄的就晚上 晚上七点就一 老板 我买点菜 对啊 买点青菜 你现在有什么菜啊 现在这个西藏东西菜就买的 来 老板 来 大哥 进来 进来 聊聊 你们这儿哪个卖的比较好啊 来 来 来 进来 来 来 这种饼 这是当地的吗 当地的 附近它染好 来一份这个 我们人比较多 来一颗 这能炒一盘 炒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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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该是该卖的还是什么 你是哪里的 我是北方的 北京的 北京的 你们平时在住的哪里 住在那里面 住在里面 在皮包布里面睡点 五六点就开出来了 哦 早午饭也卖 早上也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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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都是早上 中午呢 中午也是卖完粥 然后回家休息休息 然后晚上再过来卖 中午两三点 六点 两三点 二十点 那比较辛苦 现在已经不好装了 不好装 不好装 真的不好装 好 你来 五块 五块 装我们这里 行 然后我们这里 然后再装了那个饼 好 谢谢老板 谢谢 谢谢 辛苦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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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够了 别动 别动 好了 近一点就好了 好 不行 再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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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什么 我来看看 小丽 小丽 去老婆老婆帮你说话 没老婆帮你自己做话 挺认识 好 拔了点 拔出来了 翻 翻 对 翻点啥 对 翻点啥 对 你门一下吗 我不门 这都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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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一堆 太好吃了 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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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素 给 给 给翁师傅 大哥 先喝喝饮料 去去说 来来 下见你吃尝尝我炒的这个菜花 好 怎么样 还挺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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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拿心 我们再来店里 上老家零食吧 再来尝尝我 小植萝的味道 祝陈大哥 翁大哥身体健康 吃饱了 好干活 把这捞鱼 这个在炒的是 我老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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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打扰了 您在炒的是什么 椰子很好看 干贝炒蛋 这个好像炒得很干 我发现你们三中澳早上的人 吃东西对颜色有偏好 就是喜欢吃黄色的 这个也是金黄色的 大方鱼也是黄色的 这个炒得很香 尝尝自家酿的橄榄酒 回大冬汤 舒服 彭师傅您做的那个炸瓜 真的很好吃 我到现在还在回馈 原来我们早上还有什么 年轻的 都是他家里 我比你老爸 全吗 然后才继承他老爸的那种 一种 这是哪一年开始继扬了 好像中学 中学毕业了 好像八二年吧 八二年就开始了 厉害厉害 那时候我都学美术 真的啊 美术 后来看见这个分野 我会计开了这个店 分野那么好 当初就一家是吧 等我讲还算了 理度要不要去考 然后就学这个 都是美术 厨师也是画家 也是画家 对 太好吃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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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顿章鱼 哇 发了一头汗 一头汗 你们这里吃黄鱼 也讲究要有这种蒜瓣肉 对 就类似长这样的肉 对 瓜子肉又叫 当黄鱼足够新鲜的时候 一筷子下去 就会挑出一块 形似洁白蒜瓣的肉 俗称蒜瓣肉 清代美食家袁梅 曾在《隋原食丹》中说道 大地黄鱼 一些厚重之物 不可轻至之也 即黄鱼是味道浓重的食物 不可以用清淡方法来烧住 这样的说法 在福建人的餐桌上 得到了更淋漓尽致的表达 除了最经典的炸瓜做法 他们也热衷于把重口味的 红糟和黄鱼搭配在一起 最普通的鱼肝也要用重咸的方法 腌制起来 小时候七八岁 要挑两只网络鱼送给外婆的 那个很便宜的 比我能还好 就是你们这个岛上的人的一生 生下来满月 然后过生日 结婚 喜宴都要吃这个 都要吃这个 都要吃这个 好 一桶水加两桶是吗 那大半整个去 可以的 可以的 一两样就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的 护手的腰 还会的腰 你跟他不是讲鱼很清楚吗 没有啊 谁说呢 不定是这样的话 他肯定也是挺漂亮的 也挺漂亮的 要啥多少啊 出来了 出院吃了 出来了吃 这么多鱼啊 出来了 哇 你看我这边气氛非常好 浪花一朵朵 好玩吗 好玩 但也挺累 很有成就感啊 撒实的时候好像不小心 留在上面 撒的时候不注意 现在 好吧 收尾巴 这边有葵葵两个 哦 呦呦呦呦 但是外面没有 就里面 这也破了 这不是老鼠咬的 老鼠咬的 老鼠咬的 这个死鱼靠到这边 它给老鼠咬 就是像发现那样的洞 很明显 发现啊 这路 这连路的 这从外面拿一同的 这咬了 就一直跑掉了 怎么了 怎么了 这有个糊笼 这有个糊笼 这在补的 你看 我以为这还得把它拿上来才能补 原来直接在水里补 好了 好了 补完了 补完了 静静的多好 就这么做着 哎呀 说实话 做这个生意啊 这个翁大哥也不容易 做啥都不容易 真是啊 抛家舍业的 家在宁德 你想他每天 对啊 到鱼排呆着 回到家也不容易 所以说这个 美食来之不易啊 大家吃到嘴里的时候 觉得啊 好香啊 好甜啊 哎呀啊 大黄黄叶太鲜了 你岂不知 在背后那么多的故事 你有没有累的感觉 就觉得我累了 他每个老师说 十四方什么 前年老二 对 既生于何生亮啊 当时也挺郁闷的 然后呢 回头想一想 反正这个 这个 竞技这东西 还是得跟自个儿去比 对 我说了我努力了 这就够了 救过大海能够 抬走我的哀愁 就让他走一条河流 是吧 所有说过的话 所有流过的泪 哎呀 一 二 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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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冰住吗 这边 对不起 关着 好 为了 准备 准备 赌鱼 快 过来 过来了 过来了 没事 没事 好 你两个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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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跳出来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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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捞 慢慢捞 对 这一撞了有点重 里下楼好多呀 哇 它会叫 叫了 大伙一点叫 啊 嗝 哇 它叫得好大声啊 对 好大声 我第一次听到黄鱼叫 像青蛙叫那种声音 后来理解它其实在水里一样 也是有这样的一种反应 只脱离了水以后 这种声音就会发出来 走开 太刺激了 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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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可以了吧 来 你来拿 真黄啊 好黄啊 好黄啊 真的不一样 好黄啊 还活着 好黄啊 还活着 还活着 好黄啊 这跟白天见的鱼真的不一样了 好新鲜啊 好黄啊 金黄色鱼的肚子上面啊 感觉 哇 这样了呀 太棒了 大自然有的时候 有些东西是说不清楚的 嚇死我了 黄鱼的黄色 来自体侧下部鳞片内的黄色线体 只有在全黑的环境才能分泌出黄色素 所以渔民们一直保持着夜晚打捞黄鱼的船头 一整天的劳作 十二小时的寻找和等待 为了这一框金灿灿的黄鱼 一切都值得 一头过来一头过去 肚子就好 反过来 反过来 对对对对 跟两姑婆吵架了 那时候就是一人睡一边 就比较黄了 黄鱼就是黄了 明天更黄 明天早上更黄 明天 这颗鱼 小鱼你看看 顺利 这没有肚子 顺利 这没有肚子 最接近你 最接近你 这颗鱼 我看看 顺利 接下来为大家请来的 那个 那个我们在这边三主要的相处的那个 黄大厨 对对对对 对对对 他一生鲨鱼无数 对对对对对 花刀 走你 哎 好了 太好了 背后翻 不是 背后翻 你看 哈哈哈 太好了 哎 好 对 点 点准一下 好 哈哈哈 今天我们的全黄烟熄火了 黄鱼燕 来 多吃点 新鲜的 多吃一点 嗯 好吃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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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肉非常紧 紧急了 嗯 第一次吃这么多黄鱼 今天干了一天 这个肉非常紧急了 嗯 辛苦养育了三年的黄鱼 终于可以收成 三都人习惯用一场鲤鱼宴来犒劳自己 平常我们起鱼的都是 呃 急火冷啊 这个鱼 这个鱼 刚刚出水的顶级黄鱼必须要由三都最厉害的大厨来烹饪 这也是三都人的传统之一 尽管黄鱼是当地人天天都会吃的家常菜 但经过了起鱼的丰收 滋味也似乎特别的好呢 我这辈子也没有吃过刚刚出水的黄鱼 真的谢谢 真的谢谢 谢谢 谢谢 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了刚刚出水的黄鱼 不管以前我们吃过多少的野生黄鱼 就这个新鲜度来说 这个是 这次是无可比拟的 体验它们的生活 去工作 然后辛辛苦苦去换来这个鱼 我们也非常珍惜这个鱼的材料 然后去用了个心的去把它做好 想想 生活中确实需要这样的精神 很好 这次是你们只能够吃不通 希望大家能够吃太多了 这次是怎么样 要忙吗 要忙吗 不容易